所以我现在把Paw放一下 卸下来,让时间交给老师 老师你好 你可以Unmute你自己 好,首先谢谢大家参加的聚会 祝所有父亲,父亲人快乐 也谢谢刚才所有父亲们的分享 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 我还不是个父亲,但是我有父亲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家人 因为我找到电子档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 这是我的中间坐的是我爸爸 旁边左边就是我妈妈 然后还有我的弟弟抱着他的孩子 那我就在我妈妈后面 旁边是中间的Sharon 再后来就是那个我弟弟后面 就是他的太太 这是我们大概11年前 11、12年前出台湾来去加拿大之前在照的 因为我的哥哥已经去澳大利亚 他在我出国之前 我哥哥弟其实都移民澳大利亚 所以他不在这照片里面 那我就是我们家这个三个兄弟 就是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我的家人 那我这是机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第二个是我跟大家也是读一段一节经文 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13节 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圣了那二者小子们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就是跟大家来就是看大家的分享完以后 我觉得第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呢 就是其实我没有太多像大家刚才孩子跟爸爸 这个跟爸爸的照片 因为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以来 他没有带我出去玩过 那当然都是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公外婆 我的爸爸是非 那这不再不是意思不说我爸爸是一个不好的爸爸 其实相反的我认为我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这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只有这个爸爸 那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那他他他也在这个这个在大学里面做教学的工作 那非常认真 我常常看他都是他的半夜还在熬夜在写书 他曾经一年呢 这个写了十几本书 然后这个连续十年得到政府颁发的这个最佳的这个 这个出版这个教科书的奖 所以我也很以我爸爸为荣 他是一个很认真 然后也是不管在学校跟在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虽然我没有太多的好像刚刚看到看到觉得这些跟爸爸跟小孩的这些互动 我的印象里面不多 但有几个我记得最最清楚的几个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对我爸爸最最深的几个印象 其中一个印象就是我上高三的最后那一年 然后我爸爸有半年的时间他就开车就载我 大概15分钟开车到我学校附近 他可以上班的这个路上面把我drop off放下来 那我自己再走十几分钟到学校 就这个短短的15分钟在车上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各位父亲们不管你的孩子是三岁13岁青少年还是到30岁 你们其实只要跟他在一起个别有一点点时间 都可以对你的孩子造成一个没有办法磨灭的影响跟印象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非常感恩我爸爸为我做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非常的怀念享受那样的一个跟爸爸在 车上其实他有没有太多很多的家庭 有时候我在贝贝单子他还专心开车 但他时不时问说最近怎么样啊 午期费够不够啊 就是这些在旁边看来觉得可能没有什么的 但对我来说都是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爸爸的陪伴 而且是个别给我的 那第二个我觉得很深刻的印象是 我刚才我们读那经文如果你注意的话 一直强调认识认识这个字 那这是之前几个爸爸讲的关系的部分 可能快乐的时候我们讲说要跟爸爸 跟孩子要陪伴他给时间给他 但我自己的体会是说你要让他认识你 因为我到我30岁一年有一天我我走到我爸爸面前 我说爸爸我不认识你 我觉得我活到30岁我不认识你 你可不可以让我认识你 好我从那天开始去去跟他开始有些对话 那然后甚至就是到后来我们可以去一边公园散步 一边聊天一个小时 你不要觉得你小时候才可以跟他有这样的长大一样可以 认识包括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刚刚其他有些弟兄弟兄的爸爸们讲了 让他讲到你发生的故事 像刚才吴道说可在你过去有一个跟爸爸之间有一个不好的经验 这个也可以讲出来 帮助你的孩子认识到这就是你的经验 不一定要都要讲好好像好像别人看起来好的事情 对我要认识我的爸爸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的软弱是什么 他的担心是什么 他的害怕是什么 他他他他他他犯过什么错 这些其实都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是我可以认识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今天讲到说天上的爸爸跟地上的爸爸 那最后一个对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的爸爸从我还不认识字的时候 开始每天带我读圣经 他带一个就是那种可以用拼音读的 我我看不懂不认识字 但我可以看那个拼音我会读出来 那一年读一遍 那时候我才五岁 从这样一直做到我小学六年级 大概六七年的时间 坦白说这样的方式呢 有一点填鸭式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我爸爸 他虽然是用一个负面的方式 给我一个负面的印象 但是却造成我现在 我对圣经有一个 就像刚才武力讲 或是这个这个 这个安德鸟 还有安德尼 很多父亲都讲到 这圣经对我来说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从我爸爸身上我得到就是 我知道他比我吃饭 他比我吃饭睡觉还重要 他就跟我每天呼吸一样重要 我每天早上起来可以去读圣经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爸爸给我的这样的影响 那我这边就是就是长话短说 就我觉得就是地上的爸爸 可以给地上你的孩子 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 刚刚讲你的陪伴 还有透过你的孩子对你的认识 让他能够认识天赋 地上爸爸你就要让你的孩子 带到那位天上的爸爸面前 透过你跟他的关系 他对你的认识 他们可以认识天赋 那在这里补充多一点就是 地上的爸爸 不一定是你要有生孩子的人才是地上的爸爸 你可能就说什么事情 像我我不是一个生孩子的 但是我一样可以在地上 成为一个把人带到天赋面前的 那个这样的属灵的父亲 我也勉励所有的弟兄们 不管你是已经成为 生了孩子成为爸爸 或是将来将可以生孩子成为爸爸 你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 属灵的父亲 去把人带到这一个天赋的面前 就像我 我觉得我最感恩的就是 在我的服侍这十几年来 我从2003年到现在 我从2003年到现在 17个年来 我有一些的人 在服侍这些弟兄一些的 这个会友的时候 我可以有跟他们固定有 常常可以有 有时候一个礼拜 有时候一个月固定的一起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让一起来谈生我 让他认识我 让他也通过我来认识天赋 那其中有一个跟大家简短最后分享一个就是 我大概前一两年知道说 当我刚成学院毕业2003年 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一个青少年的牧师 那时候有一个大概12岁的这个男孩子 我跟他有一段时间 可以去怎么样的帮助他认识天赋的父亲 我每个礼拜有一天去他家 跟他一起吃 他跟他家里一起吃饭 后面看看他的功课 然后呢 后面跟他一起打电话去关心 这个一样是十几岁 十一二岁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小男孩 这样的时间大概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那我前几年知道说 他后来还进上大学 他也成为一个小组长 他也正在这样的去带领 像我那时候带领12岁的他一样 他去带领十几岁的这些其他的青少年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跟喜乐 看到我所带领的这一个小弟兄 后来可以成为一样去影响别人 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 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这样的分享 帮忙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但也认识天上父亲的地上的父亲 好 谢谢五四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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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